謝謝 這個月見入佳境 就是食慾啊 然後心情啊 都好很多 因為這一台 比我想像的還要 再幾天一年 或前幾個月 應該說是吃著我的骨頭 一天吃三餐 大概三餐都吐了 然後最近就是 嗅覺還是特別好 但是食慾啊其他的都好多 這一台有想說 要在台灣生活當地 其實也沒有說 應該是說 譬如說像自己 心情壓力比較大 自己第一次是新手媽媽 然後第一孕就覺得 好緊張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老實說也很怕 面對媒體很怕 拍到媒體 我也不知道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那時候一懷孕也剛好 就去了美國去看我先生 然後就滯留 就不願意回來 然後公司也都不知道 一直到大概差不多這個月份 四個月 五個月 然後才說 欸那我們回來工作一下 因為那時候心情也比較 然後 因為也當了第一次的媽媽 然後對於懷孕這件事情 心裡也比較有準備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被拍到懷孕的樣子 也沒有關係 會不會覺得在台灣很少方便啊 選月子中心那些 嗯 因為我之前 在美國的時候 是找月嫂 那月嫂的話 選擇姓附附 然後現在排台灣的月子中心啊 還有 嗯 就是 婦女科學都是發達 所以我希望在台灣 能夠好好的被照顧 我要狠狠的做她兩個月的月子 嗯 婦女科學真的要喪又自然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希望 呃 她能夠有一些 呃 面對一些新的一些挑戰 好可以忘記 有人要來跟她爭吵這件事情 哈哈 她才會有嗎 會有那種 其實她 我覺得她會是一個好姐姐 對 因為我會跟她講 欸 其實你當姐姐啦 以後要不要幫娘 她娘夫啊 餵奶啊 她很好 她很開心 她每天還會幫我她 可以幫我的肚皮擦 然後整個洗船 那時候也會變小便宜的狀態 隨便 不停 茫 威脅 她們